你脑子有毛病啊 我想死你也要抢 他是周星驰电影的黄金配角 凭借铁头工一举获得金像奖男配角 可他却在被周星驰捧红后 公开宣布与星爷决裂 更是在节目中直指周星驰文化程度不高 做人更是忘恩负义 他那个文化程度不高 这个人就是黄一飞 如今的他生活惬意 尽显富泰 还有美女保镖放身 寸步不离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 在周星驰的众多配角中 可能对黄一飞这个名字比较陌生 但看过他的照片后 会说一句原来是他 而在出演星爷的电影之前 他还只是个跑龙套的小人物 虽然很早的时候就与TVB签约了 但因为长相原因 被人说一脸贼眉熟眼的他 只能演一些小角色 甚至在多部影视剧中 他连句台词都没有 所以他的戏录十分受限 但黄一飞并不气馁 在各大片场一边客串 一边学习演戏经验 终于在1979年 他参演了火爆香港演艺圈的电视剧 天残变 他在剧中饰演一个店铺老板 虽然戏份不是很多 但也开始出现在荧幕上了 比之前跑龙套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虽然之后仍是些配角 但他的身影 却留在了影视圈的各个角落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 他的综艺节目 《孝心救地球》 搞怪的样子 让人忍俊不惊 节目一播出就备受关注 黄一飞也获得了一定知名度 还被贴上了喜剧演员的标签 出演证据没什么成就的他 果断选择了喜剧演员的方向发展 他开始陆陆续续 在一些喜剧电影中出现 还和刘德华 张敏 梁朝伟等合作过 这也让黄一飞的知名度 大大提升了 但或许还是因为长相的原因 他仍没有大祸 直到与周星驰结实 1992年 黄一飞在拍摄《威龙闯天关》时 劫生的主演周星驰 虽然在剧中的戏份不是很多 但他的演技 却跟上了有无理头称号的周星驰 而那时周星驰还没有大火 知名度甚至连黄一飞都不如 所以当时黄一飞会很照顾这个后辈 也许正因如此 在星年大火后 每部电影里都有黄一飞的出现 酒品芝麻关中 贪生怕死的狗官陈百祥 大内密探零零发里 贴着狗皮膏咬 一脸摔向的白云城主 野孤城 和百倍新军里 那个多金大条 自称刘德华的富豪老爸 每个角色都能看出黄一飞 过人的演技 但最为精彩的 还说他在《灰魂夜》里 饰演一个 渴望女人到极致的 大厦保安铁胆 他在剧中的喜剧表演 十分到位 在周星驰导演的电影中 黄一飞的喜剧表演 给不少影迷带来了欢乐 每个角色都各有特色和记忆点 这让他的知名度直线飙升 短短几年的时间 黄一飞终于实现了 梦寐以求的成功 此后他不仅成了周星驰电影的标配 各是迎来了事业的巅峰 但巅峰之后换来的 却是与周星驰的决裂 2001年 他在周星驰导演的电影 《少林足球》中 饰演铁头工大师兄 其中最为惊艺的片段 莫过于他拉着周星驰 在酒吧卖唱 影片上一后 黄一飞饰演的大师兄 一角横空出世 伴随他的 还有一首《少林功夫好》 他那不正经的唱法 瞬间把观众洗脑 满脑子都是他那句 大师兄这一外号 彻底跟上了黄一飞 成了他整个演习生涯中 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标签 黄一飞还因此 获得了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出道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获奖 完全算得上是事业巅峰 但在《少林足球》之后 周星驰的电影里 再也没有黄一飞的出现 演人逐渐疏远 对此黄一飞的解释 是两人不合 因为在拍摄《少林足球》时 有一场戏 是黄一飞被小混混 用酒瓶子砸头 为了能够达到周星驰 满意的效果 年过半百个黄一飞 被糖胶做成的玻璃瓶 一遍一遍地往脑袋上砸 可周星驰还是不满意 黄一飞便不断地重复包头 砸碎了八个酒瓶 直到头破血流才算通过 黄一飞还因此被砸晕过去 但他醒来时 周星驰没有问他伤势怎么样 而是先问他还能不能拍 就是这一举动让黄一飞蒙起了 与他分道扬镳的念头 看到这儿不由地想起 网友对周星驰的评价 星驰对演戏的痴迷程度 往往让他忽略了演员的感受 真正让黄一飞与星驰决裂的原因 是因为黄一飞被酒瓶砸头这段 被广告商看到后 点名要让他代言 还给出数百万的酬劳 但周星驰领到酬劳后 只分给黄一飞两千港币 这样他很是不满 于是星驰的好搭档开始反目成仇 黄一飞一度在节目上 暗指周星驰网恩负义 证明前后行为不一 但没有成名时 一口一个飞个的叫他 证明后连黄一飞都叫不出口 直呼他为那个谁 为为为来代替 黄一飞说出的这番话 在星驰的影迷看来 他才是网恩负义 在离开周星驰后 黄一飞相继出演了不少作品 但大部分影片反响平平 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成就 甚至有时还会接不到戏 时隔多年 当有记者问及 还会不会和周星驰合作的时候 黄一飞表示 我们没有深仇大恨 见面还是有说有笑的 如果他需要我 还是会去的 更是感激他的之与之恩 让他拥有一定的知名度 2014年 黄一飞出演了喜剧微电影 漫画先游 这是一部致敬周星驰的作品 黄一飞这也算是 渐渐与吸言和解了吧 剧中的他是 痴迷于新作的收藏家 敢于表现自己 炫耀自己的收藏品 同时他也是一个 搞笑滑稽的人 根据我们的观察 你的藏品呢 可能在全国排进 前20名 20名 根本不是记者 你们是专门挖人家 创发的 坏东西 这部电影上一时 黄一飞已经68岁了 到了他这个年龄 依旧选择活跃在荧幕上 可以看出老溪谷的 敬业程度了 前段时间 还有网友在平台上 分享了黄一飞的近况 从视频里可以看出 他的面部明显松弛了许多 身边没有过多的人跟随 只有一个女保镖 寸步不离的跟着他 看见黄一飞走路不稳时 还会细心搀扶 坐下休息时 还接受了一位美女的按摩 表情很是享受 很多网友看到视频后 纷纷留言点赞 还表示铁头工真的老了 希望他注意身体 如今的黄一飞已经74岁了 会在闲下时间练习书法 晚年生活很是自在 而在前段时间 一代黄金配角吴梦达去世时 他还录了视频悼念 只言不会参加达书的葬礼 因为他无法接受 也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 大家都知道黄一飞和吴梦达一样 都是周星驰无理投电影的 御用配角 生活中更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黄一飞此欢一出 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希望这些老演员们 都能保重身体 安享晚年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明星人物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做人如果没梦想 那个嫌疑有什么分别啊 你连鞋都没有 那不就嫌疑一着咯 学人家讲理想 你苦恋铁头功 你就忍心这么眼巴巴地 荒废他了吗 十几年来 我的铁头功 从来就没有荒废过